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也请您先扫描画面右下方的QR Code 来订阅非凡商业台的YouTube频道 提到了台股的光辉十月 而电子股接下来的方向呢 主要面对在年底之前的鸡海大乱斗 苹果刚推出三款iPhone 11系列的新机 现在已经有外国的部落客 及时分享了这新机的拆解影片 苹果iPhone 11系列新机平均价格降低 又主打功能大提升 所以一开卖就引起不小讨论 最近就有外国网站陆续发布拆解分析影片 初步看来苹果自行设计的A13处理器 和镜头升级幅度最大 iPhone 11 Pro Max主要的半导体原件工艺商 除了英特尔供应机瓶处理器 SK海力士供应记忆体 东芝半导体供应Net 晶片等等 是外国晶圆厂之外 其余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尤其台积电占据了所有A13处理器的订单 成为社会最大的厂商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为了挪出设置三镜头相机的空间 苹果减少逻辑版 而相关镜头则是由台湾大力光供应 也是今年新机的大亮点之一 在这个三镜头的一个订单的分配 就我们了解过去来讲 以Lens的角度来看 过去只有三家供应商 包括大力光 关东承美以及郁金光 那今年的话就我们看到 先剩下两家 那在这三颗里面 主要是像广角的部分 主要是由大力光来负责 iPhone 11系列首周销售量 由于预期也带动起台湾企业供应链 不过能不能持续吸引消费者买器 还是要看接下来的实际使用反应 记者曹再玲 林家宏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直接看到这个分析的报告显示说 其实这一次苹果它自行设计的 包括A13处理器 包括镜头升级的这个幅度是最大 所以呢 专家在现场 圣洁老师 台积电大力光 就是这一次在iPhone 11当中最大赢家吗 我想没有错 其实不管从整个A13的处理区 或者说整个三镜头 当然是最大的一个获利盈家 就是在所谓的大力光跟台积电 所以你会从一些相关平概股 过去整个今年或者最近这几个月走势 就应该很清楚看得出来 台积电股价是在整个今年的一个相对高档 那大力光其实股价在整个4千多块 也是在最近这几个月的波段一个相对高档区 但是现在重点来说 整个iPhone 11的一个销售价 虽然对近是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投资人要很清楚知道 最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整个定价的一个下滑 大家都知道定价如果下来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影响到所谓相关供应链 或者这一次的所谓一个毛利率的一个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整个这一次的苹果是三款新机同出 跟之前是先出两款 再出一款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整个未来的苹果的一个三款新机出来 一般来讲 第一个月来讲的话 当然是新机当然会卖得比较好 但后续的一个两三个月之后 甚至到整个明年初 会不会再卖得这么好 也是续航 就是所谓的一个续航力问题 后续还是值得观察 但是我觉得说 虽然整个你会发觉 整个所谓的iPhone 11 短期间的销售是优于市场预期 可是你会发觉一些事情 就是平盖股的一个股价 并没有很大的激情的反应 那我相信最主要原因理由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之前的八月份 每周双方面的关税 占大早的过程当中 整个苹果有提前做个 所谓的提前下单拉货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从整个八月的一个营收 很多的平盖股写下历史新高 甚至渴望预期的 在整个十月初公布的九月营收 仍然是在历史的相对高档 我想应该是已经提前做个拉货动作 所以既然说整个平盖股 八九月已经提前做拉货 你就要特别注意是说 第四季的拉货会不会反而是不如市场预期 所以现在从整个一些所谓的美方这边 已经有纷纷开始下修所谓的 第四季的一个平盖股的一个 相关供应链的一个所谓的拉货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反而平盖股这边 你要特别注意是说 当整个九月营收公布完之后 会不会第四季的一个拉货 反而第四季市场预期 当然整个在十月五号的一个 大力观的一个九月营收公布完之后 或者十月中旬的一个大力观的法说会 应该就会很清楚告诉大家 第四季会不会是属于忘记不忘的一个情形 好所以平盖股可能观察在大力观 在这一次九月份营收 到底公布出来有没有符合市场的预期 那现在看到这苹果的手机 它都是4G的 但是中国的评价品牌小米 小米它领先也发表了一款新的5G手机 这叫小米9 Pro 这目前是在市面上最便宜的 这5G手机居然只要台币一万六千块 我们期待已久的5G新品终于来了 小米执行长雷军首次在中国发表5G新款手机 小米9 Pro 强调支援5G三个频段 采用高通骁龙855 Plus处理器 以及三种不同形式的快充 其中更支援30瓦的无线快充 号称只要花25分钟就能充满一半电量 有商还在发布会上说我们是什么 是虚标的是吧 欢迎有商测试 我们真的是30瓦 5G时代无线充电一定会成为旗舰机的标配 新机的外观设计和小米9差距不大 但加入了雾面磨砂玻璃的梦之白 和亮面间层设计的太阴黑两种新配色 重量196公克 是目前市面上5G手机中最轻最薄的一款 当你拿到小米9 Pro的时候 你发现在所有的5G旗舰手机里面 它就像一股清风 它显得相对来说最轻最薄 小米这一次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 小米9 Pro基本起价3699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6000元 号称是当前最便宜的5G手机 雷军还透露最初定价为3999元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7000元 但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使用5G手机 特别补贴消费者 发表会压轴更推出了一款环绕荧幕概念机 小米MIX Alpha 这款手机就像在暗黑城市里面 一站通往未来世界的门 透过阶层式环绕贴合技术 这款手机的正面侧面甚至是背面 几乎都是荧幕 还搭载了1.08亿画素的相机 价格更是一鸣惊人 小规模量产 这个价钱很厚道的 很厚道啊 售价近2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超过8万7000元 MIX Alpha主打小规模量产 预计12月底 在中国上市 看了出来一项标榜超值或入门的小米 也要不计成本打造高端产品 据是阿平洋企华综合报道 小米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便宜 它们最贵的这款售价高达了2万人民币 也就是换算台币是超过了8万7000块 为什么它这么贵 刚刚看到它有所谓的这个环绕荧幕 所以要请教明泽 您看这些商机在台湾 未来小米概念股吃得到吗 小规模的量产应该是吃不太到 但是他们整体5G的手机 因为现阶段是市场最便宜的 所以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供应链来讲 它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商机 那你说其他的一个部分 例如说无线充电 这一块事实上国内的一些相关供应链 倒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产品 如果说以这个礼拜 看起来跟无线相关 无线充电相关股价表现最强势的 应该是来自于6155的军宝 那因为它有那个线圈 跟一些电感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它其实股价上涨 它大多数还是跟被动元件 有机会出现股底反弹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相关性 那如果说以这个小米供应来看的话 我想指标性的个股 当然还是会落在组装厂上面 那组装厂上面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以这个2317的一个鸿海 它会作为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代表个股 那刚刚欣杰老师有谈到 就是说这一次苹果 当然我们要看大力光的营收 那实际上这个鸿海 从换了这个董事长之后 现在是六样会董事长之后 他们过去的营收都在10号公布 但是从新任的董事长上任之后 他们的营收 对都跟这个大力光一样是5号就会做公布 那不过因为10月5号刚好是礼拜六 所以它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不论说是苹果的手机的拉货 或者说是在整体小米手机的拉货的一个部分 它能不能够对鸿海的营收 带来一个实质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这个当然会牵动后续股价的表现 但不论如何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最近期大概从8月底之后 外资针对这个鸿海的这个进出 它的确是转去比较积极这样的态势 我大概稍微查了一下 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不论说是哪一家外资买的 它的成本大概都落在74块到74块半之间 也就是说你现阶段看到的价格 事实上跟外资的成本事实上是面差很远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说在营收公布 在之前因为我们刚刚谈到10月5号是礼拜六 所以在营收公布之前 它如果说在下半周就是3号 4号 它的股价开始往上做发动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9月份营收表现应该会不错 所以相关的不论说是鸿海也好 或者是一些PCB的个股 那PCB的个股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到了这个月底好像有点这个结账的动作 但是实际上包括加联益 包括星星 其实投信都还是呈现一个大幅度买超的状况之下 我倒是认为说大家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做着手 好关键的10月可能就从营收 从财报先来做着手 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